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糖类的特性 好,那我们首先会介绍糖类的定义 糖类的特性,还有糖类的分类 糖类的消化、吸收以及代谢 那我们的教学的目标就是要认识这些糖类的定义 认识糖类的特性,以及认识糖类的分类 最后还要介绍到糖类的消化、吸收与代谢 好,那我们首先要说糖类是碳水化合物 它是绿色植物,利用了这个水分跟二氧化碳作为原料 以太阳能的光能进行光合作用 生成葡萄糖、蔗糖、淀粉来供植物自身的一个利用 也可以当作是动物和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 那这个糖类的定义呢 就是说,所谓的糖类 Carbonhydrate 是含有碳、氢以及氧 组成的一个碳水化合物 那植物体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 是利用这样的二氧化碳以及水分 水分于液氯体作用 产生的主要的化合物 所以我们称为说是一个糖类 那在光合作用这边 我们是以六个二氧化碳 以及十二个水分子 在有光能的情况下 有叶绿素的酵素 然后呢 合成了葡萄糖 以及水分 还有产生了氧 那这样子呢 称为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光合作用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供给人类的一个能量 构成人类的身体组成之一 所以光合作用的进行呢 一定要有一个液氯素的液氯体 因为液氯素液氯体里面呢 就有一些酵素 这些酵素能够结合了 把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跟水分进行结合 然后呢 产生了一些化学的一个作用 那这时候光能呢 太阳光的光能 给予这样的一个能量 然后呢 就产生了葡萄糖 这样的化学合成呢 在植物体上 是常见的一个光合作用 那这个碳氢氧这样的糖类啊 它的组成跟化学结构 很奇妙的就是说 碳氢的比例 或者是说碳跟 碳氢里面的氢跟氧的比例呢 氢跟氧 它本身的比例是2比1 就是以2比1的比例 或者是说这个跟水的化学 化学式的相 是很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称为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说 这个氢跟氧的比例是2比1 然后呢 它跟水的比例呢 也就是一个2比1的一个比例了 那这样的比例看来 它的基本构造单位 是假设是一个单糖来讲 那它还可以分作是一个6碳糖 这个6碳糖就是说 它有6个碳的话 那它就是有一个水分子 那这个水分子呢 就是以碳6嘛 那就有6个水分子跟它搭配 那这个碳氢氧的一个组合呢 我们就称为碳水化合物了 那就可以说是carbonhydrate 那这个单糖类的种类很多 可以依据这个碳数来命名 有所谓的三碳糖 四碳糖 五碳糖 或者是七碳糖 这样子来分类 那碳水化合物的通式 就说它的化学式呢 有一个通式就是碳有多少个 水分子就有多少个 所以我们用碳N 然后水分子H2O 也是一个N 然后就是以碳1比1 跟水分子是1比1的这个通式 来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通式 那在单糖之间呢 它本身可以用供价件互为连结 形成种类非常多种的碳水化合物 因为它的通式 就是因为一个碳N 还有H2ON这样子 那常见呢 有五碳糖或者是六碳糖 那所谓的六碳糖 就是可以由在第五个碳上面的 氢跟氢氧相对的位置 来判定它是属于D form 或者是L form 也就是它有所谓的D型 或者是L型 那这个氢氧如果是在右边的话 那我们就称为D型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在左边的话 我们就称为L型 那L型的糖类呢 就比较不容易被消化吸收 好 那我们看一下糖类的化学结构 我们以葡萄糖作为一个例子 来解释它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碳元素上面 这个碳呢 都有四个宝贝 那这个四个宝贝呢 它可以跟另外一个碳做连结 或者是跟一个氢氧剑做连结 或者是跟一个氢做连结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碳上面呢 每一个碳都有一个四个宝贝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糖类的化学结构 那我们再接下来要介绍糖类的功能 那首先就是说糖类本身是能够提供能量 可以节省蛋白质 避免铜酸中毒 因为蛋白质如果只是蛋白质的氧化 很容易有铜酸中毒 或者是说在心脏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能量 主要的来源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认为说糖类本身所提供的能量 是非常快速的 可以直接给脑以及神经系统 或者是胎额 胎盘或者是红血球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它主要是由葡萄糖的代谢 来做一个提供这样的一个热量 那每功课的糖类 它是可以提供四大卡的热量 那糖类的功能 它就是说可以保护我们的体组织蛋白质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取了足够的糖类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得 我们身体的体组织蛋白不会被分解 变成能量 或者是说我们为了使脑跟神经系统 有足够的葡萄糖 所以我们就必须维持血糖的一个浓度 一般我们血液的浓度 含有葡萄糖的一个浓度呢 正常值大概就是在70到120的毫克之间 都算是一个正常值 也就是说每百毫升的血浆里面 含有70到120毫克的葡萄糖 都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血糖值 那这是我们身体里面对于血糖一个恒定 那这样的恒定的一个机制呢 是由胰岛素所控制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说明 糖类的功能还可以避免铜酸中毒 因为当如果葡萄糖的供给不足的时候 很多数的细胞啊 只好改用以细胞里面的脂肪酸 当作能量的来源 或者是以蛋白质当作能量的来源的时候 那么脂肪酸的氧化代谢呢 就会需要少量的葡萄糖才可以 因为呢葡萄糖可以协助这个 脂肪酸的氧化代谢完成 所以呢当葡萄糖不足的时候 脂肪的氧化就会不完全 这时候脂肪酸的氧化不完全 它的产物就会产生大量的铜酸 那这种keto acid呢 或者是说会产生它的一个铜体 keton party 那就会产生昏迷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的细胞不能有太多的 这些铜酸或者是铜体 那为了使脂肪酸氧化完全 所以我们每天哦至少要吃到糖类呢 70到100公克的糖类才可以 否则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铜酸 或者是说铜体会太多 会堆积在我们的细胞内 那糖类的另外的功能 就是说糖类本身可以合成 肝糖储存起来 那可以帮助不食之需 因为肝糖和肌肉中的葡萄糖 都可以合成肝糖所储存 也就是说肝脏里面的肝糖 可以帮助维持血糖的稳定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膳食纤维 它是具有保健的功效 因为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脂肪 跟糖类的一个吸收 也就是说可以帮助血糖的控制 也能够降低血胆固存 可以促进肠道的健康 能够预防或者是说治疗便秘 或者是说肠道的 息事炎的一些症状 所以说膳食纤维 它是具有保健功效的 那本身来讲膳食纤维 都是一种糖类 那另外糖类的功能呢 还可以增加食品的风味 因为各种糖类的成分的产生 像是焦糖化 或者是说鹤化缓硬 都可以提供食品的甜味 或者是食品的风味 甚至于可以做出食品的一种质感 比如说玉米粉 或者是番薯粉 就可以当作粘稠剂 最常用在餐饮的勾芡 我们在做餐的时候 常常会把这个勾芡的动作 我们就是利用玉米粉啊 番薯粉啊 这些来做它的粘稠剂呢 来做勾芡的这个动作 好 那接下来其他的功能呢 糖类呢 本身也可以是我们身体的结涕组织 而且像DNA RNA 这些遗传物质里面的成分和糖 都是属于糖类的一个成分之一哦 那也就是说 另外还有一些成分哦 可以构成肝脏解毒系统 比如说乳糖 就能够帮助钙质的吸收 这些那也都是属于糖类的功能 所以糖类的功能是很多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糖类的分类 一般而言 糖类呢 主要的分类呢 就是可以分作单糖类 双糖类 或者是多糖类 那最简单的单糖类 就像葡萄糖 那我们可以简称为 Molosaccharide 它是属于单糖 像葡萄糖 我们称为Glucose 或者是果糖 我们称为Fructose 那半乳糖 我们称为Galactose 这些都叫做单糖类 那葡萄糖呢 是存在在水果之中 也是蜂蜜的主要成分 它具有温和的甜味 那葡萄糖 是一种 双糖类 以及寡糖 还有多糖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小分子 所以呢 葡萄糖 是可以被利用作 什么玉米淀粉分解 而产生来 产生出葡萄糖的 因为葡萄糖 本身就是构成 淀粉的一个小分子 所以呢 葡萄糖是可以来自 玉米的淀粉分解 除了 葡萄糖除了是 双糖 寡糖 以及多糖的 基本小分子 最主要的 像淀粉 就是葡萄糖所构成的 那另外呢 还有所谓的果糖 果糖存在在水果之中 是蜂蜜的一个主要成分 也是甜味的主要来源 那半乳糖 是食物中很少见的 单独存在在半乳糖 因为它都是跟葡萄糖 结合成为乳糖 结合成为乳糖 在母乳或者是牛乳 各种乳之中 最主要的一个 的一个糖类成分 那双糖呢 我们称为 Dysaccharide 双糖 Dysaccharide 比如说 比如说蔗糖 或者是乳糖 或者是麦芽糖 这些我们就称为双糖类 那麦芽糖 Meltos 它是天然食物中含量很少 是由两分子的葡萄糖结合而成 那淀粉呢 本身是分解的产物呢 就会有麦芽糖 它的甜度很高 因为淀粉经过唾液 以跟小肠中的酵素分解 都很容易形成麦芽糖 那另外呢 就是蔗糖 蔗糖我们称为sucrose 本身呢 存在在蜂蜜啊 蜂糖 或者是蔬菜 水果中含量都很多 它的甜度也很高 是一个天然的甜味剂 它是由葡萄糖跟果糖结合而成的 所以我们称为蔗糖 我们可以利用甘蔗 或者是甜菜 来精致做成蔗糖的结晶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砂糖 就是一个纯的蔗糖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乳糖 Lactose 那乳糖呢 Lactose存在在各种乳汁 像母乳啊 牛乳啊 这些乳汁中主要的糖类呢 就是这个乳糖 那它是由葡萄糖跟半乳糖结合而成 像牛乳中呢 大概占了30到40% 它的热量呢 都是这个乳糖 那母乳中的乳糖浓度呢 还会比牛乳更高哦 那它的甜度就会比较甜 那再来我们介绍多糖类 那多糖类我们简称为Polysaccharide 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多糖类 像糊晶 淀粉 甘糖 寡糖类 纤维素跟膳食纤维 通通都是在多糖类 那这个浮晶呢 Dectrin 就是淀粉 淀粉分解的一个中间产物 那淀粉我们称为Starch Starch呢 是存在在植物的种子里面含量很高 或者是根 或者是精 也就是说植物的种子 根或精 都存量很多的 它是由葡萄糖 以阿法件结合而成 在植物的组织中 储存了很多的这个多糖 可以工作种子发芽 或者是植物成长繁殖的时候用的 也可以当作我们人类饮食中最主要的糖类来源 或者是说能量的来源 因为它可以 这个淀粉哦 本身它是直练性的这个淀粉呢 我们就称为直练性的淀粉 Amyl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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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直练性的淀粉 那另外有直练性的淀粉 我们就称为Amylopectin 它含有20到30个葡萄糖 那淀粉呢 各种植物的淀粉 立形成的形状跟这个大小各有不同 一般植物中是以直练性的淀粉比例比较高 直练性的淀粉比较高 那直练性的淀粉比较高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粘性呢 就会比较强 像稻米 再来米呢 是含直练性的淀粉呢 是只有25% 那直练性的淀粉呢 75% 那逢来米呢 它含有直练性的淀粉是20% 直练性的淀粉呢 是80% 那糯米呢 大概有100%呢 都是属于 脂炼性的淀粉 所以它的粘性就比较强 那淀粉通常是比较容易消化 它最终的产物呢 是属于葡萄糖 但是 有一些淀粉 因为特殊的构造 而没有办法完全的被消化 那就称为 抗性淀粉 Resistant starch 叫抗性淀粉 那含有淀粉的食物 有哪些呢 就像五谷杂粮 米呀 小麦呀 大麦 燕麦 玉米 还有高粱 小米 另外呢 还有豆类 红豆 绿豆 碗豆 花豆 各种豆类 那还有根筋类 像干薯 芋头 马铃薯 树鼠 这些 都含有很多的淀粉的食物 那在动物体呢 都是以肝糖 那这个肝糖呢 我们称为Glycogen 存在肝糖跟肌肉中间的含量很高 它是由葡萄糖结合而成的 是动物跟人体的动物性组织中 储存比较多的一种多糖类 所以我们称为肝糖 它大概有11到18个葡萄糖所组成 它是属于知恋性结合的一个葡萄糖 那肝脏的肝糖 它是可以及时补充血糖 可以用来维持稳定的一个血糖浓度的 人体内的肝糖 总量大概有200到500公克 也就是说肾脏 心脏 它含有少量的肝糖 在葡萄糖供应量不足的时候 就可以迅速的分解 工作心脏跟肾脏使用 那体内肝糖 总量呢 大概就是200到500公克左右 相当于800到2000大卡的热量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寡糖类 那所谓的寡糖 Oligosaccharides 它是存在在植物或者是维生物中 它是由三到十个单糖所结合而成的 那这个淀粉分解的中间产物 肾脏使用来维生物中的肾脏使用 像大豆的寡糖 它就是水酥糖跟棉子糖 那其他也有寡果糖跟乳寡糖这一些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维生物中的肾脏使用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蜜三糖 或者是棉子糖 那这个是豆类主要的碳水化合物 是由葡萄糖果糖还有半乳糖结合而成的 称为蜜三糖 那它是不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酵素所分解 那另外还有叫做水酥糖 它是存在在花生还有蜜豆 豆类 那这个呢 它是一个四个单糖所组成的 它含有三个分子的半乳糖 跟一个分子的果糖 所结合而成我们称为水酥糖 那膳食纤维 我们称为dietary fiber 那膳食纤维呢 是在植物的细胞壁跟细胞间 所含有的多糖类所成分 那它并不是淀粉性 并不属于淀粉的那种多糖类 因为它是以β件 结合的一个直练性的 D-form的一个葡萄糖组成 注意哦 它是以β的间解结合而成的 那像木质素呢 它是归在膳食纤维 但是它的组成呢 却不是糖类 所以木质素 并非是属于多糖类 它是另外的一个 一个非糖类的一个成分 但是呢 膳食纤维里面呢 是含有木质素的 那膳食纤维里面呢 又分作水溶性的纤维素 以及不溶性的一个纤维素 那水溶性的纤维素呢 像果胶 以及胶质 还有黏质 燕麦 麸皮 苹果 以及苹果皮 还有豆类 还有海藻 这种呢 都称为水溶性的纤维 那不溶性的纤维哦 像纤维素 半纤维素 还有木质素 还有小麦 以及裸麦 麦夫这些 还有花椰菜呀 豆类呀 以及谷类的纤维素 都是属于不溶性的纤维素 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 糖类的消化 以及吸收 还有它的代谢 那我们要介绍 糖类的消化跟吸收的时候 我们会说 糖类呢 在进入口中的时候 就开始做消化咯 因为在口腔里面呢 有一些唾液 那这个唾液呢 就含有一些淀粉的酵素 像Amylase 它呢 就可以分解麦芽糖 分解成为麦芽糖 Meltos 那在从口中进入胃 到小肠 到大肠 这样的路径 是称为糖类的消化吸收 那在口中呢 就是利用这些唾液 以及这个唾液里面的淀粉酵素 把它分解成为麦芽糖 那在进入 进入胃以后 再经由胃酸的作用 经过一到四个小时 这些淀粉哦 可能就 有些就被分解成为葡萄糖 那进入小肠呢 就会由绒毛膜 进入肝门 这些葡萄糖 进入肝门 进脉 是以肝脏 在肝脏中呢 是以 钠跟钾的一个 ATP酵素 利用主动运输的机制 把葡萄糖 从绒毛膜 进入肝门静脉 然后进入肝脏中 进入一个 主动运输的一个机制 被吸收 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 小肠的胰脏 小肠跟胰脏呢 中间含有一些 胰的淀粉酵素 因为淀粉进入了小肠 跟这个胰脏含有的一个 淀粉酵素 叫Pancreat的一个 Amylase 分解就会形成 所谓麦芽糖 那小肠的绒毛呢 它也会分泌一种 麦芽糖的分解酵素 称为Meltis 那这些蔗糖分解酵素 Shootcase 或者是说乳糖的 分解酵素 叫Lectis 它可以在肠道中 将多糖 多糖类分解 成为寡糖 双糖 或者是单糖的 混合产物 那糖类的产物呢 进入了血流 就会储存在肝脏 双糖类的产物呢 经由这些 小肠细胞膜上的 双糖分解酵素 包括蔗糖分解酵素 以及麦芽糖分解酵素 或者是乳糖分解酵素 这些酵素继续 继续的水解 这些淀粉成为单糖 那就可以被我们的绒毛 吸收 那小肠呢 吸收了以后呢 就会进入了血流 那也就是说 糖类分解的 葡萄糖小分子 进入血液的血流 以后呢 就会储存在肝脏中 那这样的消化作用 从口腔的淀粉直练部分 分解成为麦芽糖 或者是葡萄糖 那在小肠的强肠中呢 淀粉呢 就会分解成为 寡糖 或者是双糖 单糖 它的混合产物 那小肠的黏膜表面呢 就会把这些寡糖 继续分解成为 三糖 或者是双糖 或者是单糖的产物 那在糖类的吸收 作用跟利用里面呢 可以分作 肠的黏膜表面呢 就会把这些三糖类 双糖类 精油特定的酵素 分解成单糖 被吸收 那小肠的细胞 它把单糖进入小肠细胞 快速的吸收 进入了微血管运送 把 也就是说绒毛 绒毛它的微血管 还有肝门静脉 把各种单糖 先运送到肝脏 做个代谢利用 那肝脏中的葡萄糖呢 也可以产生能量 或者是可以合成为肝糖储存 那各种组织的细胞 可以制造ATP产生能量 那这个肝脏跟肌肉中 所合成的肝糖呢 就可以储存起来 以肝糖的方式 合成储存起来 那身体里面葡萄糖的形式 在我们葡萄糖在身体里面呢 直接产生能量 或者是它可以跟蛋白质结合 那就可以被身体利用 那这个每天呢 至少需要50到100公克的葡萄糖 作为身体的直接力 被利用成为能量 那另外半乳糖呢 就会形成神经或者是乳汁 所需要的五碳糖 那就会形成所谓的去养核糖核酸 也就是说半乳糖 是可以形成神经 或者是乳汁的一个主要的成分 而五碳糖呢 就会形成所谓的去养核糖核酸 或者是核酸核甘酸 那在核糖体里面呢 像这个Ribos 就是基因的主成分 像DNA、RNA 在葡萄糖血液里面呢 一般我们就说 它会维持一个恒定的血糖 大概在80到120毫克 每百毫升的血液里面 就有这样的豪克 那主要控制血糖的因子 包括像胰岛素 还有胰脏里面所分泌的 生糖基素 还有肾上腺素 还有肝肾里面器官 所分解多余的蛋白质 进行的一个糖质增生 都可以形成糖类 那也就是说 这些控制血糖的因子 包括了胰岛素 还有生糖基素 肾上腺素 都是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我们怎么定义糖类的呢 糖类 所谓的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 它主要构成就是碳氢氧 那碳氢氧的比例就是 碳跟水比例呢 就是以1比1 1比1 所以呢 一般我们就说 C N 然后 H2O N 这样的一个结构是 来做 作为 解释说 糖类本身 就是一个通式 它的一个化学通式 那 糖类主要是供给我们 身体能量 的一个主要成分 好 那糖类的分类呢 我们可以分作单糖类 双糖类 还有多糖类 这样子 主要就分作这三大类 那膳食纤维有哪些呢 膳食纤维包括了 不溶性的纤维素 跟水溶性的纤维素 这一些 也就是说 膳食纤维有 水溶性的像果胶啊 胶质啊 那些就叫做水溶性的成分物质 那不溶性的那些物质呢 包括纤维素啊 木质素啊 或者是半纤维素 那些都称为膳食纤维 那例题是 就是主要控制血糖的因素 有哪些呢 就像胰岛素 还有 升糖素 还有 肾上腺素 这些都是控制血糖的因素 那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因为以上的课程我们已经认识了糖类的定义 也知道了糖类的特性 并且也了解了糖类的分类 最后我们还把糖类的消化吸收介绍完成 就做一个简单的把糖类的消化吸收代谢都做了一个介绍 那这个就是本天本本单元的一个主要内容 对 tw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提供